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新聞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婦產科醫師 王樂銘 王醫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非常歡迎 那另外邀請到的是 智商心理師吳佩穎 吳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 運動好事協會的索菲娅 嗨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久不見 索菲娅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故事很多 謝謝 另外邀請到的是 資深的媒體人楊悅娥 大家好 我是阿娥 泰安娥 不逃跑的陪伴 拼不走的 拼不走的 我也沒得走 自己的父母 這個十二月二十九 新書發表 新書發表 剛剛上市 上市 好燙喔 真的是燙手三玉 照顧事情大家都想丟出去 沒想要吃 OK 好 那等一下來聽故事 另外邀請到的是作家 H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非常歡迎 H 你今天穿好帥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 我說他氣色變好了 因為變胖 有一點變胖是嗎 小胖大胖 想要流水手 那個線條要有一個邊緣 是是是 輪廓要出來 好 那我們今天主題是展望二零二三 二零二即將結束 那新的一年即將到來 我相信每個人對二零二三 對有一些期待吧 譬如說健康 譬如說素顏 譬如說這個新的計畫 那麼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我們先來看 好久不見的索菲亞 鄭大哥好 索菲亞越來越帥 謝謝 謝謝大家 怎麼樣的稱讚 算是你喜歡的 漂亮還是 我最喜歡說 有人跟我說 謝謝你為台灣努力 那就是帥啊 是是 因為索菲亞自己成立了 運動好事協會 是 那麼這個協會成立以後 我覺得你很忙 對對對 這樣幾年了 我們差不多這三年了 是2020年 正月的時候 差不多三月的時候生日 對對對 剛好疫情期間 對 那時候 所以就是有點辛苦 是是是 都做什麼事情 我們主要三大業務 輔助弱勢 運動而少 就是幫助我社工嘛 就是繼續幫助這些女孩子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做運動平權 就是性別啊 身心障礙等等 還有一個最重要是運動外交 像我們最近就在講了 說什麼在吵病疫的事情 其實說真的啦 這個國防不是只有軍人的事情 國防是我們每一個人事情 所以我之前我為什麼後來社工做一做 我後來就決定自己出來做協會 的原因就是我是覺得說 除了上場擅長打散 那是最後最後最後一步了 最前面應該最重要的是 我們把外交做好 是 我們把外交做好的時候 外交就是國防的一部分 那我能做什麼呢 那我就是也是沉蒙大家的照顧 那我在國際上有得到一些獎項 比方說富比士啊 甚至於我到聯合國 富比士耶 那個是什麼 全球體壇最基於影響力的女性 第十九名啦 所以我在國際上還可以啦 然後在那個 很疼心啊 所以我們如果去國際上 跟說劉伯鈞 Paul Chen Liu或是Sophia Liu Sophia Liu 劉伯鈞 對不對 這樣子本來要開兩槍 會變一槍嗎 要體壇啦 要體力的部分 然後尤其是那時候是去 聯合國領的那個世界獎 而且我是拿我們 中華民國護照進去的 我就會覺得說 可以啊 如果我們就是抬頭頂胸 還是走得進去 那所以後來 其實領了那個獎之後 我有謝謝AIT 因為說真的 他們幫我很多 所以我那時候就有把獎座 特別在拿去AIT 跟他們做感謝 然後那時候也有見到他們AIT的主席 那時候在華府的是莫健先生 我本來以為他跟我講說 公費這樣就算了 對不對 就是社交辭令 這樣說一說 結果沒想到他很認真 他個子很高 他很認真跟我說 你們台灣外交處境這麼艱難 那女性這個平權 還有這個運動是大家都喜歡的 比較不容易被共產黨打壓 那你身上都有 你不會國家做一點事嗎 然後我心想說 好像 有一個起敵的你 像洋人這樣講 好像有點不好意思 就是 我們不能一直靠美國保護啊 不能一直靠別人保護我們 你們自己不做點什麼嗎 是 後來想一想 我說好 我說我很認真想一想 回去想一想之後 我就 就毅然決然 真的就辭職來做協會 所以現在做了將近快三年了 那我真的覺得 還是這裡 我還是要謝謝他美國政府 就是包含我們辦了一些活動 我們大概有三成五的經費 是來自美國 然後包含美國國務院的GSNP 還有AIT 真的謝謝AIT 真的乾爹 他們捐款 我們有一邊補助案 對 就是他補助我們辦一些 信品的活動 倡議的活動 還有就比方說 我有一個東西 性別平等 台灣在亞洲 可以說是名列前面 對 我們是最前面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跟美國講 我說你錢 下去太平洋會不會去 可是我們台灣人 我們是有性平意識 我們對人跟人的尊重有 然後我們台灣人 好願意幫助人 所以你跟我們台灣做好朋友 我們來做好朋友之後 我們再來幫你去發展 整個亞太地區 我們把那個國家包起來 這個性別平等 我先講兩件事情 對不起 稍待一下 一件事情是最近發生的 就是伊朗 對對對 伊朗有一個女性 你知道她們要包那個頭巾 對對對 Hijab 結果她沒有包好 結果她們有宗教警察 宗教警察就糾正她 你知道那種糾正 其實對我們來講都是很嚴厲的 結果不幸她被弄死了 糾正到死 你知道那種我就剛才講那種糾正都是 對我們來講都是很嚴厲的 結果舉國化然 很多人就上街抗議 就抗議的還被宗教警察抓 抓完以後又有好幾個被抓去槍斃 這就叫做性別平等要做的事情 那當然那是人家國家的內政 我們不方便談太多 還有一件事情是幾年前 日本 你知道日本很先進吧 我很喜歡看的相撲 相撲 因為相撲選手都很胖 結果它在上面 臨時心肌梗塞 突然發生 對 因為你知道他們很胖 所以容易塞出來 結果馬上現場 廣播說有沒有醫生現場 結果有 現場有兩個 但是都女生 女生 對 結果女生要去搶救她 被禁止 不能上去 因為那個圖表 不能讓女生上去 女生是不解的 天啊 寧可不要命 你不曉得你在台灣是很幸福的嗎 我有感謝 謝謝大家 我覺得我們台灣 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像鄭大哥講的 這個是 性平中東國家很糟糕對不對 沙烏地阿拉伯對不對 我就直接跟他們講 那我們來做 我們來做女性運動 我們來做運動性品 是是 那我就覺得這樣 我就可以把台灣帶出去世界 我們有一些合作的事情 所以像我們做這些工作 我們就是把它發行成 呃英文的雜誌 然後我們就把伊朗啊 然後呃台灣的這些故事 然後送到世界各國去 體育組織等等 那像我 當然裡面一定會自入性行銷 我們台灣的 至少三篇 反正我們出錢的嘛 然後像我們第二期 還入選奧林匹克博物館 喔 對啊 你看這樣不太好嗎 對啊 所以這也是我們台灣的故事 我就是用這種方式 然後讓世界看見台灣 是是是 但我必須講一下 你看一下我們的那個贊助的廠商 結果是AID 因為我後來錢不夠 我都跟他們說幫忙做 幫忙一下 是是是 如果希望台灣民眾 可不可以也一起來支持這樣 嗯 是要捐款 對啊 讓我們長長久久的 一起來推動台 用用信品讓台灣推進去世界 如果台灣人想要看到這本雜誌 可以去哪裡 我們有網站 然後也也 你如果要索取也是也是OK的 然後就直接上 我們不想我們想要買的 喔 支持 對 謝祖榮恩 真的 對 我幫王醫師花言 真的 有有有 吳醫師 吳老師都有定期訂額捐我們 所以我今天就是拿給他說 這是你的學漢錢 對 哇 這個發行幾本 這個發行 就是看錢 就是我們成本 基本上編輯那些都是志工 可是還是有每邊跟印的錢 還有 那我們也謝謝外交部 那個國際 NGO國際事務會 因為我跟他講說 我真的沒有錢繼續其他國家 然後那個 他們就說 那他幫我們寄給台灣的一百一十一個外國 啊 我對籃球很有興趣 這個 這個是錢如一捐 對對對 我們就把我們台灣優秀的女性的故事 給全世界知道啊 好好好 再考一題喔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叫馬怡紅 對 哈哈 我們都叫馬姐 啊 真的都很優秀的 對啊 你看吧 我對體育 我本來想去轉播體育 哈哈 而且說真的 我覺得因為運動是大家共通的語言 那尤其我在美國的時候 就是大家一見面都是先講 昨天比賽怎麼樣啊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我覺得台灣有很多 有很優秀的運動的女性 而且真的台灣姓品真的是很前面 是 那我們把這些很棒的 role model 馬姐啊 錢姐的故事 跟外國人分享的時候 外國人就覺得 你們台灣不錯 然後我是覺得用這種方式 用這種方式 受到尊敬 讓台灣是被尊重的 是是 這個一定有一個是你 沒有欸 沒有 女子國 這個我現在在棒球場 還有一點辛苦 就是沒辦法 就太紅了 啊哈 對 為什麼 我之前也有抗議一些什麼性騷擾的事情 所以會有一些 對 可是我就覺得沒關係 上天把這個門關起來 我就再去做別的事情 是是是 沒關係沒關係 我覺得 反正我就持續 我常講 不只是棒球 所有的運動都沒有拒絕任何人 對 去不去 騎腳就是我的 對 我就把自己準備好 那我現在努力先為台灣做事 好 哇 這裡就是 這個就是劉伯君 對 所以我們主席 我們明年是有辦一個那個 是國際的那個體壇攝影比賽 我跟你講 這全球首創 Made in Taiwan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就想到說 因為女生比較少被看見 可是很多女生運動照片 也是很感動人心 那我們請到前國際要會的媒體總監 還有之前美國運動話刊 然後紐約時報的記者 還有英國攝影協會副主席 還有大洋洲的那個澳洲的大洋洲 也是大洋洲獎的得主 來當評審團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攝影記者 還有這些國際媒體上有影響力的人 把這些照片傳送出去 然後他們就會知道這個東西是Made in Taiwan 哇 那我們用手機拍可以嗎 我們沒有專業的攝影機 可以 尤其我們這些活動 我們跟台北大學跟政治大學都有合作 我們希望尤其是一般的學生們 你們要走進國際 你們面向世界 不要再說台灣是鬼島了 我們真的很優秀 我們就是你來參加 來參與這些國際活動 就是你踏入國際的第一步 我也沒有想到我可以進聯合國 真的 我一直以為我會在外野那邊吃土 可是一步一步一步的 我們不要怕 你就開始參與 開始參與之後 面向世界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為 國家做一點事情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為 守護台灣做一點事 聽說你去美國 見到了第一夫人 就是講咩 掌聲鼓勵 陳智希 第一個故事我們等一下說 好不好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就準備話動一段 就是索菲亞真的是台灣的寶 就是說有一個這麼傑出的女性 然後願意為台灣 在全世界要花光發亮 不斷的奉獻 打拼這樣 你看 這是 Strong Woman Baited World 然後呢 這是 這一個 九位 這個 九個故事 這個令人非常鼓舞的故事 這是 其中這個就是索菲亞 台灣代表 台灣代表 那 那為什麼 這個 這其他人是什麼 這其他人 這原因就是 美國在五十年前 有個叫title 9 教育修正法的法案 就是說 聯邦政府在撥經費的時候 男性跟女性都要一樣的多 那五十年前 那時候 可是其實主力很大 因為很多人說 女生又不運動 女生不讀數學 不讀科學 然後他們的觀念就是 女生也是納稅人 大部分都在講婆媳 真的 他說女生也是納稅人 然後你只要給他經費 等於是 你只要給他機會 他就會起來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 現在美國的 女性運動的發展 跟科學家等等的發展 然後他們在十年前 就把這個影響力 跟這個經費 擴及到國外 我就是當時很幸運 2017年就是送 因為這個方案 去美國受訓 那這些年來算是 我回來台灣也承蒙台灣人的支持 我們也有一些成果 所以我就變成他們大外宣的一個 美國大外宣的那個 魔... 九個你就入選了 對... 那... 所以我們今年是他們 今年六月是 這個Title Night的 第五十週年 我們就受邀去美國 等於是各種什麼紀錄片 各種... 慶祝活動 我們就有點是大外宣的代表這樣 所以很驕傲一下 就是... 就是可以在那邊 你看他們就寫台灣 然後就講 會介紹說 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那我當然就要去那邊 跟他們講說 謝謝美國幫忙我們 然後我們會再幫助更多人 類似這樣子 那... 所以他們把像 我們的故事就出成書嘛 雖然我是九分之一 但是我就覺得很感動 因為裡面寫的就是台灣 然後介紹我的國家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寫說 我希望透過運動 讓台灣變成一個更好的國家 那他們用美國人的錢 美國大學出了這個書 然後送去他們的圖書館 我都問他說 我可不可以再註印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 與其我們在那邊喊說 世界看見台灣 那我... 或是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那我不如透過 這個教育的方式 然後... 包括我們之後攝影比賽 這些照片 之後去美國做一些學校 或圖書館的巡迴 大家就會知道 我們不一樣 我們就是不一樣 是...你看喔 這樣... 在這樣的國際場合 特別介紹了索菲亞 他叫劉伯鈞 然後國籍是寫台灣 然後... 台灣 women's sports association 和台灣 sports forward association 這就是你的好事協會 我們協會的名字 對... 哇...這麼詳細的介紹 然後那個時候就很有... 很光榮 可是我那邊... 因為那邊安檢很嚴格 我們不能那個帶手機 所以他們照片還沒給我 就是我們那時候很幸運的 就跟... 那個... 比爾拜登 那個... 第一夫人就有見面 那我們就是... 他太太 對... 拜登總統的太太 對 因為教育這部分 都是他管 他會出席或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 還有助理國卿也有 所以我們就跟他握手 他跟他講說 我們來自台灣 我們是你的最好的朋友 持續跟我們有好的... 有好的關係這樣子 拜登 我很熟 我很熟 他打來我常常都不接電話 接... 第一夫人耶 對啊... 了不起 到底還沒給我們 還沒給你們 因為不能帶手機 那安全很嚴格 這是你去哪裡啊 這個就是... 這是他們國務院 運動外交的那個主管 然後當然就是... 像我... 這是國務院的主管 對對對 因為像我一月二次 再拜託美國僑胞 我們姓窩窩窩的 美國觀眾太多了 所以一定要拜託 那個美國僑胞 我們... 真會去世 我們會去Boston 紐約跟DC那裡去... 那個... 東北角 對 我去N港 沒有 主要是... 因為我要去國務院報告 明年的活動啦 就是報告我明年辦攝影比賽 跟那個論壇的一些內容 然後想說既然都已經到DC DC也沒有什麼好玩的 所以就去紐約 然後去波士頓 我們會做一些演講 然後最主要是... 也去跟紐約 跟我們四台會的年輕人見面 因為我想跟他們分享 怎麼參與國際組織的經驗 因為我一個人不可能做什麼 但是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們還有新的第二代 第三代一起來努力 一定可以改變 所以這是我們的代表處嗎 對對對 那時候就是去雙向員 對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那個我們攝影比賽 最後的成果啊 我要展載雙向員 然後國務院的官員 已經答應我說 我跟他講說 這你們有出錢 你們要來 然後他們就說 好 他們會來 啊... 這個太好了 貢獻良多 真的 謝謝 臺灣最近把兵役的疫情延長 四個月變成一年 你的感受是什麼 我的感受是喔 我覺得 我們真的不想要到最後那一步 打仗的那一步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我那時候念研究所的時候 我念政大研究所的時候 有一次在開上課 然後那個就小桌子在研討 然後那個老師提了一個問題 然後一個學長回答 他學長很高狀 他講了之後我就說 學長我覺得你 應該不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那個paper講的是什麼什麼 然後我們學長馬上站起來 很高 站起來 學妹你跟我出來一下 然後旁邊的 然後我也跟著一直站起來 我想想你要幹嘛 然後我旁邊的學妹就說 學長你確定嗎 他好像是我們政大 空手道代表隊的 然後我學長就 我是要謝謝學妹 糾正我的錯誤 想要出去請他 又可以咖啡 感謝他 我覺得最好最好的國防就是這樣 讓你連打都不敢打 讓你碰我都不敢碰 所以我覺得外交就是國防 所以我就跟我爸媽講 我就說 我可以當三班族賺錢 我甚至可以靠出書什麼什麼 賺錢沒錯 可是我真的希望 我爸爸媽媽在... 我爸當然走了 但我希望我媽媽是到中老的時候 在我中愛這片土地上 好好的老去跟埋在這裡 那我說我也希望我可以 以台灣人的名字 回到躲的土裡面去 我說人就一輩子了 我也沒幾十年了 我就來做這件事情 真的是 沒有總是要有人要做 沒有總是要有人做 但是不能只有我做 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 不是只有軍人的事情 這是真的 對啊 那王醫師兩個公子 好像都是九十四年次以後的 對 恭喜喔 可以為... 可以為國家盡一份心力 我是覺得還不錯 因為像我自己當兵當年是兩年的 可是你當時在當的時候 是真的在裡面是非常辛苦 你會想當著什麼兵這樣 可是你真的... 你辛苦 在當兵的時候你辛苦 對啊 你不是衣冠嗎 衣冠 可是我們是野戰部隊 是一樣扛著槍跑 只是還多了一個擔架 更辛苦 真的假的 對啊 就是除了槍還要擔架 你就看多麼... 擔架是你扛啊 是衣冠扛啊 沒有他們扛 可是有時候就... 醫務兵啊 可是難免還是要... 我們要幫忙啊 對啊 然後架什麼野戰 人家就是只要槍擺好 放在那邊就可以 我們還要擔架擺好 槍也要擺好 因為他會偷襲你 可是你衣冠不是只負責幫兵 如果有病幫他看一下嗎 沒有他衣生簾啊 他會有傷兵進來 你要去前線把受傷的拖回來 這是我們的任務啊 其實就很累 可是你兩年回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你經歷這件事情 其實你學習到 跟不同人接觸的一個相處模式 其實這我覺得... 當兵兩年有學習到 我覺得還是會有 因為你會一些 就社會各階層的人都有 你這輩子也許碰不到 一個在做工的一個人 可是你跟他 你必須一定要跟他相處 你不帶著他 你的廁所就蓋不起來 你的什麼就不能弄 來 我們先休息 見網告 好 那最近有一個新聞 我覺得它像連戲劇一樣 我再請教一下索菲亞 因為索菲亞是宗教界出身的 對不對 對 最近你有看到那個... 宋一鳴跟小甜甜的新聞嗎 你覺得它是宗教新聞 還是社會新聞 還是影劇新聞啊 我覺得就人類的新聞吧 因為其實不只台灣啊 各地都一樣 而且也不只... 說真的也不只基督教 所有的宗教... 你譬如說 伊斯蘭教也有這種的啊 就是... 只是說它用... 就是... 所有共通的形式也是一樣 就是說 那是一個對... 控制 所以我就記得那個時候 我記得兩千年那個時候在... 武漢肺炎在爆發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在講那個... 要不要繞境什麼 我那時候就講... 大家很掙扎嘛 就是神跟人 我就說你回到基本 愛我們的是神 控制我們的是人 你這樣才想 神一定是愛你的 神絕對是... 神是不會讓你這樣子害怕 然後覺得我不做什麼 會怎麼樣 如果是這樣 我跟你講 宗教這麼多 就換一個就好了 那我覺得... 那我... 對不起 我還是想要回頭過來再講 這個... 我們台灣的一個狀況 我就覺得我們... 我們也是面臨一樣的狀況啊 你面對這種控制的時候 它的方式就是... 它把你隔絕起來 它不要讓你去跟其他人有接觸 然後你最後 你只剩下這個團體的時候 你就只能聽它的 那其實台灣... 為什麼台灣要做外交 一樣啊 我們隔壁也有一個國家 叫你說我們不要激怒他們 你不要反抗就沒事了 你不要... 你不要跟美國走那麼近 你不要激怒他們 那一樣啊 它最後你都把你切切切切 你最後也只有一個選擇 是... 這所謂啊就厲害 就是有辦法送一名小甜點 談到國家你知道嗎 我現在我是真的很憂國憂民耶 我今年六月... 我今年六月不是在回國務院嗎 那個回國務院 那公出那件事情的時候 那國務院的官員直接問我說 你真的不怕嗎 你真的不擔心嗎 每個美國人都這樣跟我講了 我都覺得... 美國人官員都擔心了 我自己在那邊不擔心 那我是怎樣 我覺得說不擔心是假的 可是擔心有什麼用 就是我們自己要強壯到他不敢 這個才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的腦大多大 現在國三 小的呢 小的小六 所以他其實還不會關心 什麼疫情延長 不會啦 他們沒感覺啊 對啊 但是爸爸覺得讓他們去訓練 我是覺得OK啦 因為一年沒有很久 有時候那時候說什麼三個月 四個那是夏立穎啊 那是因為幹嘛 沒錯 而且現在一個月還有兩萬六 OK 好來 接下來關心紅紅 這本書不逃跑的陪伴 是在寫什麼 不逃跑的陪伴 其實也謝謝我們娃娃 很多的粉絲朋友們 都常常聽到我講到 我媽媽啦 我女兒啦 然後我妹妹 其實我十年的時間 都在做一個照顧者 我不是自願當照顧者 就突然我公公倒下來了 要呼吸照顧 那就只好花錢在醫院請人照顧 我媽媽倒下來了 我不知道會躺多久 大家猜拳 然後就我家有電梯 我就帶回來了 然後我就照顧了七年 今年七月媽媽才剛剛圓滿 然後我的女兒又在媽媽倒下來 兩年當中就已經罹患了血癌 重疊發生喔 是 然後女兒大概治療到 差不多的時候 又發生了我妹妹 五十歲的時候中風 又是重疊發生了 這樣十年的時間 三 我就成為自身照顧者 那這些事情都是我親力親為 我也在節目裡面講過很多次 我家裡面的這些事情 大家就說 你這故事很能夠鼓勵別人 可是很揭發自己的隱私 所以我就想 如果我要讓他能夠幫助別人 我要從什麼角度來看 我遇到的這些事情 我要怎麼去看說 媽媽給我這個禮物 讓我去體會到說 他可以幫助人 我遇到困難的時候 是有這麼多人幫我集氣 幫我祝福 幫我加油 我真的覺得那個有力量 然後我媽媽就往好的方向 我女兒也痊癒了 我妹妹重回職場了 當他們都是往好的方向去的時候 我發現 時機差不多了 我好像真的可以 把我的那個歷程 各位你碰得到的 我都碰到了 我碰得到了 你將來有一天 搞不好也會碰到 真的 我問你 媽媽這樣走多久 七歲到現在我跟王醫師 我們兩個都在七歲的時候 失去親人 是 不夠多月吧 十五個月的時間 媽媽的房間有把它清掉嗎 清清掉了 我基本上就是在房間裡面 媽媽房間裡面 我想要寫媽媽的故事 就在哪裡寫 不可以 對啊 一定是哭得亂七八糟 哭得亂七八糟 不行 不行 後來我就挪到客廳去寫 那個房間已經清乾淨了 可是我會常常在那房間 去感受媽媽的存在 畢竟跟媽媽 五十七年的母女氣 很深 很奇特 你說思念是什麼 在腦子裡嗎 還是其實有味道 我不知道王醫師 有沒有那個味道 我會在這個房間裡面 聞到媽媽的味道 還有因為媽媽後期氣切 抽彈 其實那個房間裡面 都有那個味道 我就明明有聞到那個味道 我叫我女兒來說 阿嬤有在裡面 然後我女兒就說 沒有啊 沒有啊 然後就有人會想說 有時候那個一百天之內 她可能還在屋子裡 還沒有走 很奇怪 我媽媽剛走那幾個月 我們家真的出現 很奇怪的飛蛾 一隻一隻在很多地方 然後小朋友就說 是不是打掃不夠乾淨 因為看護也轉接出去了 媽媽你是沒有打掃乾淨 我說怪我 可是我也好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這邊有一隻 那邊有一隻 剛開始問個 黏著 結果有朋友跟我講說 會不會是你阿嬤 我會想說 是 因為你有在阿嬤 我不知道耶 飛蛾 可是我也不懂 但是 現在這陣子就沒有了 黃醫師 你有在家裡感受到 什麼味道嗎 味道最開始有 可是我看到是蟑螂比較多 你有沒有 拿床鞋就把它撞下去 對啊 就是我也沒有 我們難得把氣氛醞釀到這樣 你 我告訴你蟑螂怕拖鞋 我們飛蛾怕衛生紙 我也不知道怎麼去解釋這個 但是我就是有感覺到 好像媽媽還在這個空間裡面 是 布老師 這樣七個月 媽媽的房間清掉了 這是OK的 其實因為阿二姐她很有韌性 我覺得她是一個 很容易在事情裡頭 你看這聽起來都是很辛酸 很苦的 但是阿兒可以在這個 夾褲動作 夾褲 這種這種 我覺得是很厲害 很厲害的 那我覺得有一些人 其實是受不了 就是那個房間空著的狀態 那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媽媽過世之後 她那個對媽媽的思念 其實還沒有走過去 因為你知道我們在人過世之後 到你接受她過世 其實是一段時間 那通常至少要半年的時間 因為她原本人在那裡 你摸得到 然後你感受得到 然後你想跟她講話 你可以講得到 但是到後面 你真的接受她過世 是她這個人的形象 真的就住進來你心裡 成為你自己的一部分 然後你可以隨時想念她 沒有關係 然後哭一哭 你也覺得沒有關係的時候 那個房間空著 到後面 你有辦法去使用她 你才有辦法使用她 所以其實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其實阿兒說到媽媽 因為我媽媽是去年的二月走 那三月要出病火化 那這個蠻多人聽到消息 就來送我媽媽一程 那我覺得說 我媽媽一世人都沒問題 都在政產 娶七個小孩 我覺得我媽媽這世人很偉大 對我來講 就她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媽媽 對自己很節儉 很勤快 然後不斷地教 不對就順 就很嚴格 很嚴格 可是現在覺得媽媽嚴格是對的 然後 因為她不懂得教的方法 她也只知道說 要演你們才不會學壞 那我決定就是說 這麼多人來 我媽媽的 我心目中 這個偉大的媽媽的事蹟 我希望至少讓大家知道這樣 然後我就決定 把它用寫的 寫下來之後 然後在告別式上面唸 哇塗 那念下去 不是 就寫的時候 你就是不行 你就是再想一次就不行 想到媽媽的偉大 然後一件一件一件 我想到說我媽媽這樣 事要把她招給她 她的手 粗白白 要抓一支尖 要把她招起來 就覺得我這麼 粗糙的手 為什麼有辦法用 那麼溫柔的力量 把我們這個刺把她弄掉這樣 然後就哭到不行這樣 發好幾次才把她 才把她寫完 所以我能夠體會 阿娥這樣的心情 是 你現在這樣媽媽走 你對生死 有什麼心的看法 我覺得要先斷舍離 上次我們在節目裡面講 發現媽媽有囤積症 整間房子燉到這麼多 二十幾台收音機 你是要 二十幾台收音機 真的 大大小小 放在那裡的 放在身上的 出門帶的 家裡用的 房間 客廳 各個地方都有 過完瓢盆就更不要說了 所以我有一個體會就是說 最後我們現在就要去想 到處自拍 風景的拍 真的 最后要用到才一張而已 最後用到真的只有一張 對 那這些對你很有意義的事情 對你的孩子不一定有意義 所以我媽媽躺整間的東西 到最後都穿著 穿不穿 我後來我是放棄 不然穿得太累 就把它放在那裡 可是媽媽躺了七年 我一直在思考 因為媽媽是氣切窩床 每天看的就是天花板 拔尾也不可以 它到底有什麼意義存在這裡 要讓我體會什麼會 其實為了媽媽照顧這件事情 我跟手足是 有了很多的摩擦 一定會的 對 那就你也知道了 這樣就兩種人 一個是執行者 一個就是觀察者 一個就一直做事 一個一直看 看又沒關係 看來要出主意 還要跟你講這樣那樣的時候 就覺得說 你怎麼想跟你講 縫起來 有很多人就是 你知道你不在現場 你會有天外飛來一筆 你如果不會怎麼樣 你來現場看 那這些媽媽給我的體會 我就在想說 媽媽到底存在意義是什麼 我覺得媽媽也希望 我們手足 你不會想講髒話 有講過 可以講嗎 真的好打 我們把它剪掉 你講 媽媽 你什麼東西 真的很想要罵這種話 就是我就在做就在疲 我就在不感人 你還要再給我加重 我的壓力 我是很不爽 那我就在體會說 媽媽想要什麼 我在想媽媽都不希望 我們手足弄得不開心 媽媽因為你是堂酷 他希望把你們酷在一起 我就在想說 他希望我們手足可以和解 所以我寫這本書 我也在跟我的手足和解 我在想說 我有一個神隊友 就我老公 真的讓我可以照顧娘家媽媽 我很感恩 不簡單 但是 你知道 這驚慘也不簡單 隊友不是都是好的 也有豬隊友 豬隊友 你的手足有看這本書了嗎 我有先跟他講 我會給你寫一些那個 你有送餘嗎 不會 今天蔬菜剛出發 還沒有勇氣送給他 還是叫他們自己去買 其實坦白講 我後來思考了以後 我覺得我也沒有資格 去評論跟批判 責備我的手足 他也愛媽媽 只是他愛的方法 不一樣 不是我要 等一下繼續聊 休息一下 有 好 好 好 其實我怎麼會聽你說口水 因為你的故事就是有血有肉 你有感覺嗎 就是每個人都會碰到的情景 對 但是你有辦法把它敘述得很好 很有組織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應該很好看 我想要想要看你們哥哥 你們妹妹看到的時候 這個預知結果 下一集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但是我有跟他們講說 我希望說藉由我們家 發生的這些故事跟過程 給社會一點力量 那我也去感謝他們 我剛才說的豬隊友 其實我形容是叫豬隊友 但是我其實是對他表達感謝 他還是隊友 他還是隊友 少了他其實我也很麻煩 對 然後我自己其實是 不是一個好個性 好性的的人 不用你把我出水 我來就好 我是這種人 然後最後就是 好啊 你比較厲害 你騎腳 做給你死 我就變成是 做得要死的那個人 然後我們做得要死的時候 又覺得 你有說你自己來 對 我自己來 可是我何必把自己搞得 三頭六臂 你自己來有比較輕鬆嗎 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 我自己在回復過去 這段歷程十年來 我覺得他改變我很大 我要真正感謝的是豬隊友 這個就跟職場上一樣 那個提拔你的長官 你要謝謝 但是挫折你的同事 你要感恩 沒錯 因為他挫折你 讓你變成更好的自己 他挫折我讓我說不得不 因為他就是你的手足 我又不能跟你翻臉 最後慢慢有什麼狀況 我還得要找你來簽字 我一定不能跟你斷掉關係 即便在群組裡 你經常退我群組 退我群組 我還要把你拉回來 拉回來 然後這個 我覺得逆著天意做事 我被自己的個性做人 才是最難的 然後我硬要吞下去 這是真的是照顧媽媽 這段期間我的體會 我要改別人 很慢的 改自己更快 美國職棒大聯盟 有一個人得到金手套 因為有一個人漏接以後 他竟然有辦法撲下去 然後撿到那個球 說實話 你如果沒有漏接你會有辦法 對 你看 這個比喻 對 懂了 明白了對不對 很傳神對不對 所以你要不要感謝 別太正向了 可是我不得不正向 因為再負向的話 我自己會倒 我會活不下去 我會被這些的悲情 把自己搞到沒有辦法 去面對我 我要處理的這些事情 你以前花那麼多時間去顧媽媽 現在那些時間吹起來之後呢 都在做什麼 剛才剛才有蝦翠 但是人有一點空空 你知道嗎 這種心情可能黃醫師 被掏空的感覺 他以前要照去 買菜 煮東西 算什麼 現在小孩沒用 他們也走自己的 我沒有需要去幫媽媽 訂尿布 買奶粉 回診 還沒訂孤孤 也不用再訂孤孤 以前訂孤孤 幫他抽籤 我很想起 現在都不用了 都不用了 然後我在浴室會想媽媽 因為我的浴室是媽媽的VIP 我幫媽媽撿頭粉 然後他脫光了衣服 我看著他從胖胖的 福袋的樣子 瘦到只剩一層皮 因為他都沒有動 沒有 然後我就在那個浴室裡面 去想媽媽的時候就覺得說 時間多很多要做什麼 然後我就告訴自己 我應該要好好的讓自己 看電影 喝咖啡 逛街 以前都說沒時間 對 可是我們很多的家庭主婦 可能都跟我一樣 我已經習慣這種生活 我不會一個人去逛街 我不會去找人家哈拉聊天 不會 不會 主動很多人來找 哎唷 你也來逛街 來找你演講 你也說 來演講 你也可以對不對 可以 然後我就開始把自己排滿 讓自己有事情可以做 我發現我的人生 應該可以倒吃甘蔗 我值得可以 我告訴自己 我值得可以更好 是 我們吃的氣就吃 我們用的丟就買 辛苦了這十年 其實我付出很大的代價 包括我自律症 那個自律神經 一直長期不是很舒服 我如果情緒上來的時候 我會不自覺的會手抖 然後睡不好覺 然後我要花很多很多時間 去調呼吸 静坐 然後在沉澱的時候就發現說 我為什麼要承擔這麼多事情 後來想一想說 好啦 那既然已經承擔了 也都完成了 包括媽媽走到一個階段之後 我對於生死有了不一樣的看法 我甚至覺得 我也不一定要有一個 靈骨塔在那邊 也許可以樹葬 海葬 可是這不是我一個人做主 我要交代嗎 我是不是要跟女兒討論一下 然後有一天就跟女兒講說 阿嬤這樣子走了 塔位是都安排好了 那我想說到我這一輩 搞不好我也不用塔位了 我覺得樹葬什麼 我也覺得 你們也不用麻煩 也不用來祭拜 還要跟人家擠 清明節 人很多 我跟女兒講這樣子以後 我女兒把手邊的事情放下 不行喔 媽媽 我覺得我還是要有一個地方 要悼念一下喔 你什麼都沒有留給我 我好像覺得不行喔 我才知道說 溝通這件事情多麼的重要 我自以為我很開明 我不要跟你說麻煩 我樹葬就好了 沒想到當我問出來的時候 他不要耶 他覺得說我還沒有準備好 我還是覺得 像我去看阿公阿嬤一樣 我也覺得有一個念想 我覺得我要去一個地方 我覺得我還是想保有這件事情 所以寫了這本書 也讓我提醒自己說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把病毒法 想一遍 你要不要急救 後事要不要安排 醫院要不要提早溝通 不然你想你的 不然孩子想他的 結果你們做的不是同一件事 因為我媽媽以前就是不談生死 我在節目裡面說過 我問她說 請問在病醫 現在不在家還是要帶病醫處理 你看萬一如果是你後面要怎麼處理 我媽媽 醫院大廳就給我一巴掌 你把我省下去 你那時候幾歲 30幾歲 30幾歲 不 怎麼 40幾歲了 我們還有人認識我 有人認識我 然後我就這樣 摸著自己的臉頰 你就說我不是阿鴻 不然你說我要說我是誰 換於美人 不行 我不會說 我就抱著自己 然後媽媽氣噗噗這樣走 你要不要跟去 我還是要跟去 怎麼辦 斷不了 我們就是母子 所以我在想說 到底這件事情 應該什麼時候是最好的溝通 所以我希望這本書很簡單看 就是在決定要不要插管器切 要不要急救 身後事要怎麼處理 保險要不要 最後要不要怎麼安排 我用講故事的方法 輕輕鬆鬆的看 沒有壓力 但你自己想一遍 想一遍你將來要怎麼樣 那阿鴻為什麼說你現在失業 對啊 怎麼可能 什麼失業 我的電視節目五年半 蠻長的時間 然後就最近 就最近 然後告一個段落 可能會有新的計畫吧 還是怎麼樣 但是主管就來跟妳講說 阿鴻姐 謝謝你這麼多年來的付出 人很好練 也很感恩 也很感謝 那這個時候要怎麼樣去面對說 你被離職了 你就沒有這個電視節目了 我就說 我謝謝你啦 來告訴我的雖然是你 但是意思一定不是你做的 你只是傳達旨意而已 所以怎麼樣 投入這個 投入 我來倡議 我可以來倡議 沒有 月兒姐做很多公益 我們跟小冬瓜 有一起做生命教育協會 我們明年的年度 就是要倡議這些病毒法這些 是 所以月兒姐一直都是 我們禮堅士來幫忙 我在想這些都預備了 就是在前面都已經 我們已經連結很多年了 可能到了這個階段 就預備了這一條路 所以我也希望說 也許接下來我有機會 可以再做更多其他的推動 不管是病毒法或者是關係 這些照顧者跟被照顧者 還有長照的這些議題 可是我在電視上 有看到你在主持節目啊 真的啊 還要重播 那是跟你重播 我們重播 重播不及啦 大家都說 而且我沒看到你 一個節目還會重播 那很多年前的也要重播 抱歉 就是重播啊 但是我相信搞不好 很多朋友跟我一樣 在年底的時候 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自己可能也到了五十七歲了 對於失業這件事情的恐懼 害怕跟憤怒很低 非常低 就你其實你的內心 其實很自在的 很有底氣了 對 就是你一定會有很多 其他的路在出來 可是怎麼走 那反而給你一個 很好的時間沉澱一下 正好這陣子打輸啦 各位 打我一下好不好 按讚分享一下 一逃跑的陪伴 好 來 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 好 那接下來是王醫師 那剛剛阿爾有講 就王醫師的夫人那麼走了 七月份走了嘛 那到現在其實也快半年了 對不對 心情有什麼變化 就像剛剛阿爾 阿爾姐講的那種感覺 就是他會 你覺得他本來是在的東西 你會心裡整個空虛掉 你不知道 本來的事情 你再回到家 就沒有一個人 那因為我們有時候 還是有空檔之後 你就會 我們時間是自由的 雖然有時候很忙 二十四小時才忙 可是有時候回到家 如果小孩子就在上課 你會很空虛 然後再來就是 你的習慣 就變成你的習慣 本來的習慣是什麼 就是他都在 可能就我回到家 要不要出去吃飯 或者怎樣 去哪裡晃一晃 就是有一個伴 都會陪著你這樣進進出出 不管他在哪 就算回去沒有 我們會打電話 你現在能在哪 你去哪 他假如買菜 我過去載你 都會這樣子 就是一些生活的 很所順很所適的小事情 可是這個習慣沒有了 你就要開始適應新的習慣 沒有這個人的存在 對 那那個其實是 就這種很空虛 你就不知道跟誰講話 對 然後像阿姐會去 因為我老婆的床 就跟我們在一起 所以我就有時候 就躺下來 就在那邊看天花板 我說這是他平常 看到的角度 看到的角度就這樣 那那些東西 其實慢慢有在收 慢慢的 可是他的衣服 還有他的那些包包等等 那個真的我都還沒有說 反正也不佔空間 他自己 他自己的更衣間就對了 沒有 他的櫃子 他已經佔了大概四分之三 都他的 對 我們只有四分之一 那也不影響 我們的東西還是 你的臉地被佔了 他太多他的東西 根本沒辦法整理 對啊 那就類似像 類似這種情緒 就很容易就 尤其是 勾起來 對 常常會有一些 尤其是現在那種臉書 很會回顧 對 跳出來一張照片 又跳出來 對 以前回顧都很溫馨 就是常常會有一些回顧的 去哪裡玩 去哪裡怎樣 我覺得你看以前都哪裡 你看那八年期 我們去哪裡 那現在就一回顧就是 就是這樣 然後 像這次聖誕節 回顧在聖誕節的前 去年的時候 我想說我們還去 什麼去哪裡吃飯等等 然後就 因為我們去國外 大部分人都會打卡 我自己做紀錄 然後去日本 去東京大學七八年前 然後又去歐洲哪個國家 然後兩三年前去越南下龍灣 去那邊坐那個船 泰國 那每次一張照片 你就可以讓你在那邊 想很久很久 然後他的故事到底怎麼樣 那時候每個 那真的想到有時候 因為在通常都在白天 要不然就在半夜 有時候你在回顧那個東西 你又真的有時候 我一直看就眼淚一直滴下 同醫師 這好像是我們第一次 公開太太的照片 然後 這是你寫的嘛 對 小愛心你感受得到嗎 用手撫摸你 如果你感受到我 晚上來我夢裡寥寥 那他有回來過嗎 這個是前幾 上個禮拜的事而已 那是我兒子突然他就講說 他想要去看他媽媽 對 我就好 我帶你們去 就利用禮拜天開車過去 那開去開了以後就 小朋友在前面先講話 那講講話我就說 你們到旁邊去 我跟你媽媽獨處一下 對啊 那我就想說現在很多 大家喜歡比小愛心 然後我就跟他講了很多的事情 對 那跟他講很多事情 因為照片其實放在這裡 你這樣走這樣走 你會感覺他眼睛都是看著你 對 我們只要一個照片在這裡 你在這邊看你就感覺就這樣 我就一直看著他 那其實講不出什麼話 對啊 那你只要想要跟他講什麼話 你就會一直滴眼淚 對 因為你跟他講什麼話 然後就 他也不可能回你 對 你只能說 你有什麼事情 你有話 你可以進來跟我說 那當然有一些比較那個 就給他寶貝問問看 所以就在那邊一直問 然後就這樣一直看 我就這樣看著他的照片 就這樣看著 他就眼淚就一直滴 他叫我兒子不要過來 叫他們在角落不要靠過來 不好意思 就會 就是你真的這樣看到 那種感覺是很強烈的這樣 就是說他就跟你這麼近 可是你卻就感 真的是感受不到他 是 是 是 對 那他有沒有真的近到我夢中 其實說真的沒有 沒有啦 沒有回來 沒有回來 可是我之前有個朋友 在網路上認識 他比較敏感 他會去感受到這種現象 他就 他有跟我講說 你老婆其實都一直有在你家裡 他說 他先問我說 你怕不怕聽這種事情 我說不會啊 他說你老婆經常到你家裡去 看你在幹嘛 對 看你們家裡 看小朋友的事情 所以我媽媽是不是也還在 也許啦 他們有那種頻道的人 他就會有這樣的情形 那我就說真的嗎 他就說 他現在就在 他附在他的身上 他附在那個跟我講 對 他比較敏感體質 他說那我可不可以問一問他 到底過得好不好 因為我一直很想很想知道 然後他就 他講話那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說真的我不太相信 對啊 我們這種學科學的人 只是說因為我們也不是問 也沒有花錢 就是純粹一個朋友 然後他就說 他就 那個是男生的女生 你說是一個 背負的那個 是個女生 然後他就說 你老婆現在附在我身上 所以我現在很冷 你有什麼事情 趕快跟我 趕快問 對 我就說真的嗎 可是他現在在你後面 你知不知道 我就這樣回頭看 沒有啊 他說他在你家裡 你會感覺到有那個影子 我說我真的沒有感覺得到 對 那我只是感覺到說 好像家裡有時候 會有那種東西在這樣動 我說那個就是建築物不好 通風減掉 房子會搖搖晃 會有那種卡卡卡的聲音 對 就是好像有人 可是事實上不可能有人 因為我們那種是管理室的 不大可能會有人這樣上來 對 然後 然後說他常常會在 那我覺得你這樣講 我當時不相信 我怎麼會相信 你講這些話 那他何必去騙你 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就問他說 他過得好不好 他說 他就說我老婆就跟我講說 你幹嘛問這些傻問題 對 我就當 當初我就有跟你 就沒有什麼話跟你講 就是我還好 沒有事情 就當他還在的時候 我有問過他 你有什麼話要跟我交代 他就看看 也不大講什麼 他就沒有什麼事情講 因為生活我們都很穩定的 對 然後他就跟我講 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說那他當然沒有問題 那他對於有什麼事情要講 他就頓了一下說 你老婆有一件事情 一直在跟你講 可是你都不理 你都不理他 我說什麼事情 他就說 叫你不要一直躺在沙發上面 然後又不蓋 他穿衣服 不蓋被子 你有沒有 我就是這樣 他就說 那個女生怎麼知道 對 我從他這句話講完之後 因為我在家裡 我不太喜歡穿上衣 對 所以 他就 因為以前我老婆就是這樣 你這樣會感冒 他就到房間裡 你去拿一個被子丟過來 你就蓋著被子 你至少在 因為我回家都看電視 在那邊等吃飯 我就躺在那裡 要不然就有什麼事情處理 我一定都是在那個沙發上 他說你老婆就躺在你旁邊 他就叫你到房間睡覺 到房間睡覺 你都不理他 他很生氣 他就說 因為這個是 他真的很在乎的事情 因為幾乎每天他都念通話 他甚至都會交代兒子 如果你看你爸躺在這裡 你要拿被子給他蓋 對 然後他講了這句話 我就相信了 你怎麼知道我生活 這麼細的事情 對 我就覺得說 那是你的同事嗎 不是 不認識的 就是間接介紹認識的 就是有一點點就說 有人就說你跟他聊聊看 就有點像這種心理諮商的感覺 可是我也不認識 他就 反正就聊聊 對啊 那因為 也是因為有 有注意說娃娃的粉絲 因為這娃娃很多很多朋友 他在網路上都會關心 我真的很謝謝 那他這樣跟我講 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說你真的就是很震驚 那我說那他還有什麼事情 要跟小朋友講的 他說 他對小朋友有一點點抱歉 就是當初沒有跟他們好好說話 對 那也因為疫情 不大能那麼隨時進得去 其實那也是蠻遺憾的一件事情 他說小朋友你不要太擔心 他們現在成績不好 他們在憂傷期 他一年後會慢慢的都起來 所以我現在對小朋友的管理方式 就有吃飽有去給我補習 不要給我變壞 這樣就可以了 對 那有時候 假日會帶他們出去晃一晃 走一走 對 對 讓他們會覺得說 好像我還在關心他這樣子 因為我們有時候夜診 有時候接生真的是 他回來家也燈都關了 我自己回來家燈關的感覺也不好 對啊 因為有時候晚上 會碰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真的 講一下王醫師的心情 他自己臉書是這樣寫的 他說有一天我巧遇一個男生 以前的這個男生 無憂無慮 內心快樂 現在這個男生滿身疲憊 內心好累 好想安慰這個男生 鼓勵他 於是我身所摸了摸 鏡子裡面的我辛苦了 那講的那個男生就是你 對 你好會寫喔 很辛苦喔 對 因為你會覺得說 你就開心不起 你的心情就是我還有臨床工作 你看我一個月大概生三十幾個小朋友 我要照顧三十幾個家庭 都要平安的順利 還有所有的病人 那一般的病人有時候 你會發現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這個效應 就病人是有時候就越看越多 搞到半月十一十二點 十一十二點又接生 弄到一兩點凌晨 然後第二天早上還有早上的事情 對 所以就 你就覺得把別人都顧得好好的 別人一個家庭 你幫他順利下來 他們很幸福 很快樂 然後你會 每次下來 你會感覺到說 那我呢 對 因為產房 大家都很快樂 大家都很開心 那你會回來就想說 那我現在 是 你沒辦法開心起來 你小孩子顧得好好的 你會花很多時間去照顧小孩 就是他有什麼 我都盡量可以幫他處理 可是有時候人會想到 那我自己 真的 我自己怎麼辦 真的 你看大男人 但是他也會想自己怎麼辦 就是不容易度過 等一下請教吳一吳老師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王醫師 兩個小朋友會去講到媽媽嗎 我問他們 他們其實不大講 男生 對 男生 那這種就我們大家都男生 然後有人也是跟我講說 如果媽媽他們會比較願意 男生你爸爸他就不是很願意 不是很願意跟你講 你會問他一些事 他說就沒有啊 就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後來就是 有人說沒辦法 男生就是這種很ㄍㄧㄧㄥ 尤其有一個在青少年 青少年的時代 他會有他自己的想法 對啊 然後他就 他就什麼事都不跟你講 那你會發現他 最近他不大想跟你講什麼話 然後你就說 叛逆 對 就是晚上的時候 我說你晚上不是要回來吃飯嗎 我在家裡等他 然後我那天就是禮拜五 我開完刀之後 我覺得那感覺好強烈 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五點就到家 我想說大的大概六點會回來 到六點的時候 他現在有Line的解決就傳給我 我跟同學去打球了 我們要約吃飯 好 那你去 記得不要給我太晚回來 他就打籃球 那小的補習到八點回來 對 他是先 你都很委婉 記得不要給我太晚了 然後那你就在那邊等 我在那邊看電視 在那邊等 然後等到八點多 小的怎麼都沒有傳 也沒有回來 就是很 就奇怪就跑哪裡去了 然後他突然大概八點半多 他就傳簡訊來了 我今天到我同學家去了 我同學他們家裡有開 我在他們家吃飯 他就已經想說 那你人現在在哪 我已經到他家了 都是先斬後揍的 你懂我們當媽媽 也是這種心情 還其中一個是 老公有沒有要回來 就在聞一個一個 有沒有交代說 要不要回來吃完飯 那我已經煮了一桌菜 而且前一天晚上 我跟他講說 你們今天回來 我們晚上出去吃飯 因為我想晚上應該不會有事 結果兩個都跟妳講 好 我就看到剩我一個 沒飯吃的我 在家裡 真的 對 然後你就是 等到最後八點多 你等到是一個空 對 然後又心情在那邊煎熬 然後想說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是 是 是 我們經常有這種感想 再請教你 這個 你剛剛講說 你想跟太太講很多話 那些話可以跟 在節目上跟大家 訴說一些嗎 有些可以 對啊 對啊 就是我會跟他講說 有時候你會 因為時間長就可以邊聊 對 有時候你看 都是你這麼早走 然後你這麼早走 害我變一個人這麼可憐 就是你就整個又放棄我 我也沒有人能講話 那工作有時候又很忙 你也在醫院 也不大可能跟人家講什麼 然後重點是 你還要照顧這麼多的人 對 那 你可不可以我活過 你可不可以我活過 對 你就覺得 我怕你會嚇到 就像人家在跟你講說 他會常常回來看你在幹嘛 你會不會怕 我說我為什麼要怕 對啊 那我問你 你不是講說那個女生嗎 你太太就護著她的身體來嗎 你有留她那個女生的電話嗎 沒有 她是用 她是用Facebook上面的一個名字 我們就純粹用那個 那個童年這樣打出去用 而且很可惜 因為你其實偶爾可以打電話給她說 我太太有沒有來 而且如果你真的希望太太來 你晚上你睡覺的時候 還是不要穿衣服 你不要亂打 不是 因為你太太才會就說 你又不蓋被子 對不對 你把我照了 對啊 我那天 我那天有試過一次 還真的有 還真的有 沒有 那天就是晚上一點 沒事啊 所以我把我們 我們的朋友說 你說半夜兩三點在發文 你真的都不用睡覺 你白天還要工作 有時候是接生回來 那有時候就是 你晚上就是 那個才是你真正的時間 小朋友睡覺 你就去想很多事情 去翻很多東西 然後你那時候就是 就喝酒嘛 喝一些酒 然後就是那種感覺比較 你平常不喝酒吧 不大喝 對 因為我要接生 對 因為出去碰到警察 就慘了 對 那所以那時候想說應該是 因為那時候產婦都生完了 所以應該是沒事 然後喝了酒之後 我就把被子 衣服都穿好 就躺在沙發 從兩點睡到到五點 燈全亮著 對 就努力的感受 沒有過來 就是那種感覺 他又來看 煞情好配就好 對 沒事 你上班 你叫打次婆嗎 然後你會發現 你醒來的時候 哇 怎麼有塔子 就肯定有回來了 還叫他每天這樣吃 就覺得沒了 新的一年 2023年 有什麼新的計畫想法嗎 其實我會覺得 第一個 不管怎麼樣 因為這種事情要接受 有人看我這樣好像都還好 其實內心有時候是 沒辦法 我們的工作就是這樣 你不可能這樣苦瓜 一點面對所有的病人 你還是要微笑面對 就是如何接受更嶄新的生活 然後慢慢的恢復 自己的新的一個秩序 是 對 這是第一個 那當然第二個 我比較是 因為也因為這樣的事情 也不斷的 有機會在媒體上面 跟大家宣導 一定要注意個人的健康 對 不僅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男生不要硬硬 有病就要看 我們的H先生 對 就是也許你及早發現 你早一點治療 你看好好的沒事 老實講 剛剛王醫師有講H H也是一個很 就是很堅強的人 還行 因為他得到癌症 他憂鬱症 然後他上節目 其實表現就一如常人 一如往常 一如常人 一如常人 對 他從來沒有不正常過 對啊 他說他從來沒有正常過 從來沒有正常過 現在身體如何 現在身體 其實我自己覺得 是沒有什麼差別 但實際上是有滿大的差別 譬如說我的體重上升 我的肌肉就是流失 因為我沒運動 然後你說骨骼 那個疏失 那個什麼 骨折疏鬆 對 那個其中 我覺得多少有一點點 然後像是睡眠不好 因為半夜會頻尿 因為我那個病的關係 他是攝護腺癌 攝護腺癌 攝護腺癌拿掉 他半夜會頻尿 很不小心 偶爾還是 那個頻有多頻 就差不多 有時候你如果睡前 水喝比較多一點 有時候一個晚上 兩次三次都有頻 喝的酒更機會更容易 因為他那個擴躍機 會比較鬆 你肌肉會鬆弛掉 然後譬如說 那個不小心還是會漏尿 然後當然我最在意 本來最在意的 本來性功能障礙 現在還是沒有完全恢復 那這些事情其實都還是 充斥在我的生活裡面 但是對我來講 最痛苦的是 每天早上要起床的時候 因為手術過後 我覺得元氣真的大傷 然後這個癌細胞 他可能我不知道 他說真話 我下個月才會回去回診 我現在是停藥的狀況 因為我本來開完刀之後 醫生給了我三個月的藥 每天吃一顆標靶藥 但那個標靶藥 我吃了大概十天之後 我就開始皮膚痛 他那個就是會透明到 就是好像皮膚很透 風一吹就會痛 變薄了 變薄了 然後我衣服一穿 然後一碰到就會痛 那這個痛就變成 我連躺下去都會痛 我就沒辦法睡覺了 所以我就跟護理長講 他就說 如果是這樣我幫你問醫生 然後他就問了主治大夫 主治大夫說那就先停藥 他對他的自己的技術有有信心 我本來想說我應該回去換藥吧 而不是就停藥 因為停藥 我那時候十月份停藥 要等到下個月一月份回去 回診我才能知道 我要不要再繼續吃藥 或者是換藥 那這樣很奇怪 那我這幾個月 我其實現在是完全沒有 在吃藥的狀態 對我來講最痛苦的時候 是早上早起的時候是 譬如說上 我們假如十點半通告好了 我其實大概都是 要按七八點的鬧鐘 要不然我起不來 因為七八點醒過來對不對 我會很辛苦 我會爬不起來 我很疼 我那個體力就是很差 就是起不來 你就要在床上一直這樣 一直在那邊拖啊拖啊 然後弄了大概 至少要一個小時左右 我才有辦法起來 起來之後開始 趕快去吞大概十幾顆的藥 這裡面包括憂鬱症的藥 然後十幾顆啊 十幾顆 對 維他命啊 包括這個性功能障礙 我要讓它復健的藥啊 因為我還是 你為什麼這麼重視這種公司啊 不是我沒有放棄希望 他那個每天只要吃五末 很低劑量 很低劑量 你不懂啊 失去了對不對 我其實也沒用 我現在也沒在意 我只是希望說 如果可以恢復就恢復 我跟你講 現在變成是譬如說 工作完大概四五點 回到家好了 我就昏倒了 我就在沙發上 就累了 站起來差不多八點 九點 十點 一個人四五點回到家 就睡了 所以我現在一個人在 沒電 所以大家看我現在 在外面工作也好 在鏡頭前講話 侃侃和談 或者是說我去 下午去別的地方開會 我都很有精神 大概是維持四到六個小時的電力 不過老實講 我們節目其實是很人性的節目 真的你不行你趴著睡 我們去繼續 可以這樣啦 不要啦 搞不好收拾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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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休息一下 好 那H他這個有去拜訪 一位二零一九年 得到十大抗癌鬥士的 二十五歲的少女 對 癌末天使湯佩茲 對 你為什麼會去拜訪他 說真話就是 因為得了癌症之後 我們常常會上網去 搜尋很多資料 包括YouTube什麼的 對 然後你一直搜尋 一直搜尋 他就會 他就自己會跳出 關於癌症 對 包括病人 在上面有名的病人 然後湯佩茲就是 佩茲就是其中一個 看癌的小天使 沒錯 我滿有名的 他從十九歲就開始離癌了 然後他一直被宣布說 他是卵巢癌 他是卵巢癌末期 對 一十九歲就不去 然後他 因為他常常被醫生宣布說 他只剩兩三個月的生命 可是重複了大概兩三次 他都沒有放棄 一直活到 今年的十一月二十九號 他才離開這樣 然後在網路上 我就收到他的粉磚 那我就想說 我的時間不多 我就會很希望把時間花在 我覺得可以幫助的人身上 所以我就想說 我留個眼看看吧 然後我就留說 請他加油這樣子 然後他很開心 因為可能 就是留言給他的人 裡面沒有這麼帥的 然後他就 不是 我有記錄 我有貼圖 你有記錄 我明天才會看收視 不是 因為他會寫說 因為他也知道 他也可能看到新聞知道我離癌 他就說 帥氣哥哥 你也辛苦了 那如果你有空的話 你可以下來南部看我這樣 我說好 那人我在開刀進展 我說那我開刀之後 我等我身體好 我下去看你 然後就這樣 他說好 他就很開心 然後那個留言就很多人按讚這樣 就是我跟他對話很多留言 所以我就講了說我要去看他 可是我開完刀之後 我自己大概有一兩個月的時間 在家裡都每天也沒辦法動 所以等到時間 我就只能在網路上 再跟他講說 那你乖乖的 你要好好那個 但其實那個時候 慢慢他就回應就少了 後來我才知道說 他十一月份 他就進了家戶病 不是那個 安寧病房 他直接進安寧病房 然後我那時候 心裡面想的是說 他應該是有機會出來的 因為以他的那個韌性 結果等著等著 大概到十月二十九號 就傳來說 他已經離開這個世界 那那天我看了我 我其實很難過 因為我沒有想到說 他會這麼快就走 所以我就又回了 他一個訊息說 我會下去看你 我想通了 然後回到 我剛剛講的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在我現在 能夠有電的時間裡面 每一天 譬如說一天只有四個小時 到六個小時有電 有時候狀況還不等 有時候可能只有三個小時 有電 所以我就得選擇說 我要去做更有意義的事情 跟在更有意義的人事物上面 比如說包括像是 我因為生了病之後 很多朋友 他們對我的反應 是不如我預期的 我本來很重視的人事物 可是當我生病之後 我發現 從我離癌到開刀 到現在 沒有一封簡訊 或沒有一個通知 就是來慰問一下 或安慰一下 或通知一下 或者是關心一下 都沒有 但是那個人可能是我本來覺得是 我很關心 沒有 我很在意 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朋友 都沒有 但是我們平常時 可能不是很有深交的朋友們 在這個時候 他給了我很多的關心 這些都是平常時 其實都久久遇刺了 但是你就發現他們的關心很多 所以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花時間 即便我每個 每天只有這麼幾天 幾個小時的電力 我就那一天花了 一整天的時間下高雄 然後去做高雄 去看他 可是回來的時候 沒有位置了 我就坐自由座 站到 我就一路從高雄 我無電 我就無電 但是我覺得這樣值得 我覺得現在之後 我的生命我就要這樣過 就是你現在 正在跟一個年輕團隊合作 對 就是說 我現在希望把我的時間 生命經驗全部分享給 有需要的人 所以像剛剛那個 索必爾在講 說做行銷 我願意啊 我覺得可以啊